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8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继续关注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情况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周五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一个乌克兰火车站 造成50人死亡 这是近6周的战争中最致命的袭击之一 该火车站是乌克兰东部的一个运输枢纽 乌克兰东部的敦涅茨克政府表示 导弹袭击造成50人丧生 其中包括5名儿童 另有约100人受伤 当时有上千人聚集在火车站 正准备疏散到乌克兰更安全的地区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将这次袭击描述为非常可怕 他说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欧盟正在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同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在布查发生大规模平民屠杀事件后 欧盟已经在讨论新一套的制裁措施 就俄罗斯煤炭出口和数十名寡头 达成了一览子协议 据导弹袭击的目击者回忆说 人们当时正在登上30分钟后将要出发的火车 导弹击中了车站 听到了两次爆炸声 乌克兰铁路公司表示 这是对乌克兰铁路客运设施和平民的蓄意打击 乌克兰外交部说 俄罗斯人知道该火车站挤满了等待疏散的平民 然而他们用导弹击中了他 这是一场蓄意屠杀 我们将把每一个战犯绳之以法 俄罗斯国防部之前承认 他曾经使用高精度火箭弹 袭击了顿巴斯的三个乌克兰火车站 称这些火车站是乌克兰后备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所在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五承诺 将让乌克兰加快加入欧盟的步伐 他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我今天告诉你 欧盟站在你这一边 他向泽连斯基递交了一叠文件 说这是成为欧盟成员的重要一步 同时他承诺 欧盟将加快财政援助计划 向乌克兰提供6亿欧元 随着俄罗斯军队对平民的大规模袭击事件越来越多 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德国加强对俄罗斯侵略的反应 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但是现在 德国一来不愿意立刻禁止俄罗斯能源 二来只愿意给乌克兰提供防御性的武器 美国及一些欧洲盟友担心 柏林反对俄罗斯的决心 可能会因为对经济的担忧而动摇 一位美国外交官员透露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上个月在秘密访问中会见了德国总理肖尔茨的助手 目的是确保德国继续对普京施加压力 这是伯恩斯自一月份以来第二次访问德国 美国外交官员说 伯恩斯告诉德国官员 普京无意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 并且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再次发动袭击 他们还讨论了莫斯科可能采取的升级行动 以及德国可以帮助乌克兰的方式 包括增加武器出口 乌克兰 波兰 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一直在批评德国拒绝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并且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武器 波兰总理本周对记者说 德国是制裁的主要障碍 德国现在与奥地利和匈牙利一起 是少数反对限制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进口的欧盟国家 原本意大利也是反对 但是在上周末的布查平民屠杀事件后 意大利退出了德国阵营 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德国仍然致力于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且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德国官员早就表示过 他们只会向乌克兰运送防御性的武器 而不是坦克或是喷气式飞机等进攻性装备 但是最近几天 在国际压力下 这一立场开始有所转变 据一位总理助手说 尽管尚未达成任何协议 但是德国可能会运送一些坦克 包括100辆马德坦克 但是在今天 总理肖尔茨出面否认了这一说法 乌克兰对坦克的要求被德国国防部所搁置 导致乌克兰和德国现在关系紧张 德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表示 在数十年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德国武装部队已经精疲力尽 无法腾出更多的武器 但是另一位德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则表示 德国拥有很多已经封存的武器系统 包括坦克和多管火箭发射器 可以发送给乌克兰 但是没有这样做的政治意愿 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说 他曾经向德国政府提出过一份武器要求清单 但是被德国政府所拒绝 迫使他直接去找武器制造商 他说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军火商 在最近的一次采购中 梅尔尼克与一家德国公司谈判了 5000多枚反坦克导弹 这些导弹已经交付 他说乌克兰迫切需要防空系统 来阻止俄罗斯军队发射导弹 据政府官员称 至少有两家德国公司生产此类系统 他们目前的可用产品专门用于埃及 埃及是去年德国武器出口的最大接收国 民意调查显示 尽管德国公众舆论压倒性的支持乌克兰 但是不断上涨的燃料和能源价格 削弱了这些声音 这表明为支持乌克兰而做出的牺牲意愿 十分有限 德国总理肖尔茨今天再次强调 德国正在尽其所能摆脱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将在夏季停止使用俄罗斯煤炭 并在年底前停止使用俄罗斯石油 周五 俄罗斯央行出人意料的下调了主要利率 这表明对乌克兰入侵引发的金融动荡 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 俄罗斯央行对经济开始有信心 央行在周五的一次会议上 将基准利率从20%下调至17% 并且表示如果条件允许 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进一步降息 卢布受此消息影响再次飙升 分析人士指出 俄罗斯央行希望成为经济反弹的火车头 而不是踩刹车 国际制裁令俄罗斯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 俄罗斯三月份的通胀率从上个月的9.2% 飙升至16.7% 是七年来的最快增速 但是俄罗斯能源收入的持续流入 和严格的资本管制成功的帮助了 卢布重新站稳脚跟 中央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说 俄罗斯经济的外部条件仍然具有挑战性 大大限制了我们的经济活动 金融稳定风险仍然存在 但是由于央行采取了资本控制措施 风险的增加已经停止 本周三 卢布在莫斯科交易中突破了81.16 回复到了普京发动战争前一天的水平 尽管最近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包括各国禁止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的投资 并扩大了贸易限制 包括逐步取消和禁止俄罗斯煤炭的进口 但是通胀已经显示出了减速的迹象 央行表示通胀减速部分归因于卢布的走强 对央行可能挤兑的担忧消退 这样一来货币宽松政策的空间就打开了 俄罗斯分析人士表示 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已经停止上升 甚至开始下降 如果情况继续以类似的方式发展下去 那么到今年年底 俄罗斯的关键利率很可能会降低到10%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